你有没有经历过睡觉时陷入循环梦境,怎么也醒不过来的可怕经历? 这女孩就陷入了这种循环,她在生日这天醒来,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剧情后,被闯入家里的蒙面人打晕,一次,两次,三次,究竟要如何逃离这种困境呢? 伴随着闹钟,女孩醒来,看到楼下一个这颗小姐姐给上班的老爸送饭,一派和谐的景象,可接下来一模一样的剧情居然又上下了一遍,女孩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莫非俺出现即是感欢觉了? 女孩一阵头痛,感觉身后有人,扭过头却什么都没有瞧见。 今天是女孩的生日,母亲也像是掉线重莲一样,对女孩说着重复的话,父亲却一句话都没对的说,仿佛忘记了今天是女孩的生日。 女孩感到一阵失望,翻开一旁的报纸,看到后面竟全是空白的,她忽然听到书房那边有动静,推开门竟看到一个黑人的乱分,可当女孩再进门时,屋里又恢复了原样。 晚上女孩刚准复吃蛋糕,吊针的母亲又瞬移到了房间一声惨叫,被蒙面人刺声带地,蒙面人又拿起球杆,狠狠打晕了女孩。 女孩没看清凶手的脸,之后她猛然惊醒,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的病床上,头上连着血多电线,还被捆住了手脚,这一瞬父亲出现了,女孩联盟向父亲叙述刚才的遭遇。 父亲说,刚才的事情并不是现实发生的,而是研究人脑记忆的,自己制作的一切,在女孩脑中重现的场景。 昧的就是看清女孩记忆里行虚的那个蒙面人的真实身份,一切只是重现当今的场景,女孩无法改变记忆里人物的行为,也不会看到内心的记忆中以外的东西。 所以报纸后面是空着的,说着她再次强行给女孩注射了药剂,女孩在挣扎中又睡了过去。 滴滴滴,闹钟又响了,女孩又回到生日这天,果然,无论她怎么摇,这两个NPC都毫无反应。 没办法,女孩只好提前躲进书房衣柜里,看着黑衣人进来翻找,接着把抹前刺身后,女孩还是没有忍住冲了出去,又一次被黑衣人打晕,再次在病床上醒来。 实际上,这个病床也是虚拟的,女孩被重创头部后,就在医院一直没有醒来,父亲只好通过脑部呈相系统,来查看女儿的梦境,试图查明真相。 他用三明治做比喻,对女助手讲解一切的原理,我们的大脑分为一层现实,二层意识,三层记忆,这个机器通过我沉睡女儿的意识,将意识下体验的记忆变为图像呈现出来。 而家中被盗的也是这个机器的设计图,有了它,任何秘密都不再是秘密了,但女儿的现代记忆有偏差,图像无法完全重现。 头疼的父亲,请会催眠的女助手试试,帮女儿恢复记忆。 于是,下次女孩醒来,看到她除了父亲,还有温柔的女助手,但女孩回头记忆里,还是一次又一次被打晕。 她的大脑实在承受不住机器的附和了,女助手看到女孩痛苦的模样,擅作主张地帮女孩关掉了设备。 可这时,女孩的记忆出现了混乱,黑衣人竟然闯入了女孩的意识区,现实中,父亲愧疚地摸着女儿的头。 原来,女孩生日那天,父亲是下班后给她买了礼物,才晚回家了一会儿,谁知女儿和妻子却遭遇了这一切。 只可惜意识成真的女孩,想不起礼物的样子,只要见到凶手的真面目,女孩也许就能苏醒,与家人团聚。 为了回家,女孩终于鼓起勇气,带上一切准备直面歹徒。 这次,她操控了记忆中的歹徒,抓住机会扯下了她的头套,看到的却是一张没有五官的脸。 女孩当时也没看到过歹徒的脸,才会这样。 这时,女孩忽然发现,歹徒戴着这条手链,与女助手配的那条一模一样。 自己不可能看到记忆里没见过的人和物,而女孩在现实中没有见过女助手。 如果能在这里看清她的模样,那行凶的一定就是女助手。 真行大白后,父亲大吃一咎。 还没回过神,女助手一把勒住了父亲的脖子。 她正是为了积极的设计图,才换进父亲的研究院。 在梦里也狠狠掐住了女孩的脖子,父亲碰到了礼物。 女孩想起,父亲送给自己的是自己一直很喜欢的小天使丢相。 两人一起在现实和梦境中拿起丢相,狠狠朝女助手投上杂炬。 制服女助手后不久,女孩终于在父亲一次次的呼唤中醒了过来,一家三口终于团聚。 老妈也没事儿,然而正当女孩享受这美好的一刻时, Bug再次重现,这一幕又出现了一次。 莫非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吗? 这节的世界奇妙物业2021夏季篇,结尾处让人看得后背发凉。 令雨哥想起了上学时午休梦眼,怎么也想不过来的痛苦经历。 不知道女孩会不会在这恐怖的梦境中永远轮回下去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讲完了,辛苦大家动作小手长按点赞支持小雨哥, 给我更多坚持下来的动力,谢谢你们。